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读书的妮妮 今天我们朗读的散文是 古序 三件事不要想,三种忙不能帮 作者金博国学,一起来听 不想三事 不想力所不能及的事 做不到的,答不到的,就不必去想 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就不要去纠结 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置若命 这世间总有些事情,不是人能够掌控得了的 对生命中发生的一切,不妨先接受 能解决的,就解决 解决不了的,就认命 面对未知的人生 做自己应该做的 相信越努力越幸运 而不要其人忧天 不想早已经过去的事 古人说,逝者不可追 来者有可待 别沉迷于过去的阴影中 否则你永远看不清前面的路 有些事情摆摆手 过去的就过去了 走出来便是春天 活了98岁的英国哲学家 罗素说 人不能生活在回忆当中 不能生活在对美好往昔的怀念 或对去世的有人的哀念之中 一个人应当把心思放在未来 放到需要自己去做点什么的事情上 不去考虑太遥远的事 车到山前必有路 船到桥头自然知 别去想遥远的未来 因为有太多的变数 想也没用 普增烦恼 活在当下 脚踏实地地 过好每一天 每一分 每一秒 今天才是可以把握的 现在所拥有的是 过去的努力的结果 同样 当前的一点一滴的积累 才能铸造未来的路 不帮三忙 逞强的忙不能帮 古人说 力威修负重 言轻莫劝人 帮人自然要量力而行 不能逞强 逞强帮忙 事情办不成 或者办砸了 肯定会被对方埋怨 这就不是帮人的初衷了 就算花了很大力气后 终于把事情办成了 在对方看来 你不过是举手之劳 并不会因此而感激 所以 逞强帮忙 不管帮没帮上 都是出力不讨好 打肿脸冲胖子 愉悦的是别人 难受的是自己 设情的忙 不能帮 所谓设情的忙 就是涉及到别人感情 婚姻的事情 俗话说 不做没人 三是好 故带男女交往不自由 不得不需要没人 现在不是至亲好友 都不大愿意帮人介绍对象 就是介绍 也是一再强调 只负责牵头 让双方见个面 以后两人如何 是不管的 感情的事 婚姻的事 不是理性 能解决的事 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 外人不宜深度参与其中 否则会帮倒忙 就穷的忙不能帮 俗话说 救急不就穷 亲友在难处 帮一把是理所当然 但是任何人都不是救世主 只可以救人急难 而不能改变别人的命运 对于不肯上进的人 无止境地帮忙 反倒会加强他的依赖 斗米恩 圣米仇的教训 是深刻的 不知感恩的人 把别人对他的帮助 视为天经地义 甚至得寸进尺 贪得无厌 还有一种人 求别人帮忙 不是直接说出来 而是给你下套 又骗你给他做事 说白了 是利用别人 对这些人品有问题的人 不帮 就是本分 不帮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